然后我们准备将STL档案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 打印之前我们用了一个Program 例如叫Cura 就是我们叫做Slicing Program 就是将STL档案切片 切片变成Gcode Gcode档案才可以给3D Printer直接打印的 我们就download了Cura 上网也有download的叫Ultimate Cura 在Google搜索Cura就找到Windows版也有 Mac版也有 找回STL第一个 出入平安的出字 这个档案 要和开应SendInfill多少% Layer多少高 有没有support 我现在设置20%Infill Layer0.2mm 这样就slice它 即将切片变成 1小时25分钟 1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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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g 放中1毫升光 3.2米左右 如果你 tall按preview 看到每个Layer的情况 这里只是有20个Layer Layer1 你看到这里不是墨洞,Infuel只有20%,如果你把它设高一点 然后再选这个Slicer,你看到这个洞会粒一点 粒一点的洞很明显就是硬正一点,能够承受多一点的力 你可以收到100%的,Infuel就完全是实心的了,100% 你看到现在我把Layer推上去,左边就是实心的了 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搞的,不过我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东西的 接着就是Save G-code 档案下去Memory Card 这里我将Memory Card 好,这个就是Travel Save,出入平安第一个字 再按Save,这个是G-code 档案来的,你看到这里就立刻File Save 如果你选择Open Folder,你看到这个Travel Save,1.G-code 档案 可以直接Read,input它,就可以直接打印的 现在我将Memory Card移出来 拿一张Memory Card去3D Print 好,这个就是Printer,插入Memory Card的槽 基本上直接按Print就可以了 预热了,这个就是Extruder 200度,heat bag 60度 这样按Print,这个是Travel Save,1.Print 这样就搞定了 留意个Printer,因为现在是冬天,heat bag真的要高温些 才不会容易脱底的 每天脱底会变成一些发菜的物体 Extruder 200度就基本上不会变 等它温暖了之后,它准备就开始打印 现在这个我用回红色的Filament 因为这个是灰出来的 它就是一些Filament 可以在淘宝直接买到 一饼就是1kg,几十元而已,不是太贵的 那就看看吧,我设到heat bag 65度的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heat bag 60度,慢慢升到65度了 大概一个半小时都会印完 那这个就是heat bag 好,它正在动了 这部手机就有Auto Leveling 即是引起前车,它会自动再调整一下 Extruder和heat bag的距离 那这个是一条线 那它就落第一条线 那这个呢,这个呢 那这个呢,主要呢 就是那个Extruder,它 即是出胶的时候呢 即是出的Filament 就是高温用它嘛 出得顺畅,那就没问题了 那这个呢,主要顺畅 那那个的,出入的出字呢 那这个的,出入的出字呢 即是有一个,给你看一下呢 出胶的出得顺不顺的 如果你见到这个鱼圈呢 即是好像都很薄的 即是呢,不得实的 那即是可能Extruder有些塞塞你的 那现在见到这个呢,情况都很顺的 好,这样 那这样,慢慢印的了 过半个小时,我们就用Time-lapse 拍了 好,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下 好了,这里,你进去呢 这里,剩下的三个字 这里,用了四个小时接近 这样,就是,入平方 那这个刷子的表面呢 它冷却了呢 它就可以很容易拿出来的 好,看到了 就好了,出,入,入,平,按 这样,完成了 一个3D打印的飞讯 就好吗